徐委員 剛剛管委員也好 政委員也好 柯總召也好 講得都很好 比如說像政委員說 院長開會 柯長來 那現在到時候經理部 開會 那不是變柯委員來 更沒有效益啊 那另外管委員講說 這個涉及到執行面 沒有重大政策 我跟妳報告 院長每個月 都舉辦治安會報 那個是執行面 你這個等同啊 比治安還重要啊 農地被占用 被污染 涉及到的高度 農地農用政策 還有環境保護的政策 這麼重要的事情 不值得院長親自來召集嗎 院長都自己在院會 答應人家了 不值得他自己出來召集會議嗎 另外柯總召講了 更好 要面對 要處理 你修這個法啊 都沒有牙齒 到時候只有延幾年而已啦 我贊成 院長出來 主持 輔導會議 另外 我也贊成 公益訴訟 牙齒把它擺出來 要嘛 就這樣的才真正有效的工廠管理輔導法 謝謝 好 來請李委員 是這樣子啦 今天修這個法 那 執政單位它的目的跟方向究竟求的是什麼 大概以親民黨的立場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在修這個工廠法 其實它真正的本質的目的 如果 照我的講法的話 我是希望的是 讓農地回歸農地 其實 那工廠 既有的違章工廠 他們要如何去尋找他們的活路 當然是要透這個法 這個也是此次修法的目的之一 可是 它的最終的目的 是要農地回歸農地啊 這個 這個 這個才是 我個人 包括親民黨在這個地方 我們所期待的 所看到的 希望的是 台灣未來的整個的發展 方向 我們扮演的是我們自己的 自己的 我們自給的 我們的農業政策是怎麼樣 那 所以 我們講到了 那我們的產業政策 我們工廠的發展 是什麼樣的工廠發展 這個牽涉的 我們究竟我們國家 現在未來的產業政策發展 是哪個方向 可是 你在產業政策發展的一個前提之下的時候 如何來確保 我們的農業政策 能夠正常發展 這個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 這個問題啊 議長 你也做到 農委會 主委 你也做到 來這邊 你應該很清楚這個地方 在南部 中南部 稻米 各方面 或許現在還是維持一定的產量 你在北部 現在看不到 那現在違章工廠 我們要讓它合法 這是出發點 是善意的 可是 合法是讓它 輔導它合法 可是我們要提拨多少 每年有多少百分比 讓它回歸農地 這個才是我們要的 所以今天 在這個大原則 大方向 如果執政者 有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那就這不是地方政府 跟主管機關可以管的 這個所牽扯的 就是整個你執政的政策方向的目的 那你執政的政策方向目的的話 你這個就牽扯的 就是整個院會必須要去主導的 那如果你有這樣的心 有回歸要農地 回歸農地的話 有這樣的心 那你如何來輔導既有的 違章工廠 不是只有單純污染而已 而是讓它整個未來 它所佔有的農地 變成回來 原來還給它該有的農地 這才是我們要的 所以 站在這個方向 這個立場 這個大原則 而不能是單獨的 只有地方政府跟主管機關 來主導這個問題 這是我的一個潛見 謝謝 來 許委員 其實我們這一次在修這個法之前 真的應該要檢討的是 那過去為什麼沒有成效 那當然我們都講說 因為這個樣態太複雜 這個量體太大 可是我要講說 其實要檢討的是 中央主管機關 到底過去幾年有沒有在做 之前會引起這些環團 或民間憤怒的是說 為什麼中部辦公室這個科長 跟這些工廠 是這麼密切 我們不只是要服務 還要輔導它改善 所以我會比較擔心就是說 如果按照民進黨黨團提出來的版本 其實這個匯報我想 經濟部本身就有在做 有問題也會報給院長 可是如果照國民黨 我是覺得說 是不是讓院長扮演角色 因為他政策工具比較多 因為經濟部遇到這些工廠的壓力才太大 這個剛好有機會把這個科長請來 請教一下他之前參與的一些事情 第一我們發現 這個不是一般的中小企業 有這個所謂 違建工廠的問題 他提到像彰化一個大型國際的輪胎 輪胎公司 這麼大的企業也是有這個問題 所以他處理的範圍非常大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主管機關又是比較偏 過去又是比較偏向這些違建工廠 我會覺得說 其實國民黨這個案子其實是可以考量的 讓院長 因為院長的政策工具比較多 我為什麼要這樣提 我們上次協商完以後停 其實這些工廠聯誼會有開始 這個我跟蔡培會還被點名 說是這個要扼殺他們的 所以我想 過去主管機關 如果真的是有怠惰 我們這次修法 不只是在幫他們解套 為什麼我們堅持要有落日條款 就是不能只是解套而已 然後讓行政部門可以繼續怠惰下去 那這次如果提升讓院長 院長政策工具比較多 如果能要求地方政府 我相信院長一定會比經濟部長更有這個能力 所以我會覺得說是可以考量 否則我覺得 政政黨團提出來 其實我相信經濟部平常就在做 把文字變成條文內容用處也不大 是不是大家一起來思考 是不是讓真的提升層級 政策工具比較多 考量範圍比較大 不要讓我們傳統這個中央主管機關 經濟部比較偏向這些工廠 因為這個歷歷在目嘛 這些言行跟做法 其實都讓大家沒辦法接受 我們不要擔心說 就算修法 我們現在可能等一下會談落日 大家可能有公司要把它放進去 可是切實能不能執行 我相信這還是需要行政部門 不只是決心 讓更高的成績出來承擔 其實這是可以考量的 好來 賴維 院長各位 我想這個工廠管理輔導法 這次的修法目的是在面對問題 跟解決問題 那這個部分 首先感謝國民黨提出這樣一個建議 但我覺得 這個行政體系上 還是要分成負責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案子其實工廠管理輔導法 最熟悉的其實還是經濟部 那如果所有事項都對到由院長來做的話 未來如果這樣的持續這樣做的話 恐怕不見得是最有效率的一個 政府的運作模式 那再來是我們來看 包括國民黨的委員的 國民黨的提案跟民進黨這個提案 都是提到 他是負責在推動各個工廠管理的 工作檢討跟改進措施 我認為其實經濟部在做這樣的工作 應該是可以做的 就是至少可以來推動的 這個看起來都比較屬於是在 執行面跟整個工作的一些措施 檢討等等 那當然如果發生的問題 真的有困難的時候 他還有一個機制在 可以報請行政院來協調之 所以還是有機制可以來做處理 包括剛剛大概都提到 還有追蹤管考 甚至公佈在網站上 所以我是建議說 這個其實國民黨這樣提出來 其實讓整個更完備了 那是不是能夠用這個分成負責這樣的精神 那參考民進黨提出來 再修正這樣的意見來通過 那能夠儘快的來做 那能夠儘快的來做 我覺得解決問題還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真的有問題 行政院長還是可以跳出來做處理嗎 以上 好來請管委員再請陳委員 對我也是接續賴委員 好他最後這個point 就是說我要提醒喔 我們沒有推翻這個國民黨的原版本喔 沒有喔 只不過我們增加了務實的考量 所以呢是什麼 是兩岸並行喔 所以剛剛陳昭平委員其實也指出了一點 如果你是這個匯報 如果你是行政院院長來主持的話 他剛剛說的他的頻率是什麼 每年一次 每年一次怎麼樣 就不是務實了嗎 為什麼不是務實 我怎麼可以一年才開一次 那這樣的匯報有什麼行動力 有什麼意義 所以 所以事實上現在呢 就是讓有決策需要的時候 或者是 摯愛難行推不動的時候 經濟部當然就 啊 一定有力出來 有啊 現在的制度就是設計必要時 就是院長來了啊 所以國民黨所提版本的制度在裡面喔 沒有被推翻喔 這個大家剛剛發言的時候都搞錯了 我們不是不要 要 但是 增加一個務實的考量 就是我這個匯報要常常開啊 因為我很需要開多一點啊 那我如果院長主持 我沒辦法達到這個效率跟需求啊 所以我務實的什麼 我平常我就是經濟部來開 然後 需要院長的時候就院長出來開 這更好啊 這個制度真的更好 我還是認為 這個行政院 我們後來提出來的這個再修正呢 既 把國民黨的制度設計出來 然後又考慮到現實需要的務實 好 這個 陳委員講話之前 我來講 很實際的例子喔 像 我在當內政部長 都委會 是內政部長 當主任委員 但是都沒有時間去主持會議都請市長 不然就請引建署的署長 這意思都一樣啦 因為院長 像 部長 兼任的職務實在太多太多了 還是要各主管機關 貶移全責先行做處理 如果我們每一個匯報都是行政院長 這以後二十幾年 哪一黨執政哪一個行政院長都不曉得啦 我們現在都不是在算計 是為整個工作的推動順利 委員則 但是每一個工作都是院長召集 未來都會留以形式 反而 主管機關會把責任全部推給院長 院長 沒有時間召集就 曠日會時 所以 要不要這個樣子喔 大家真的要想一下喔 來 柯委你沒有 沒有話過緣 就請柯委員先啦 好不好 好 謝謝院長 各位 我想 剛剛有提到 不管是 院長召集人 或事實上開會請副院長或是誰 其實這個是我們共同面對這個問題 它真的是一個比較指標性 或是執行面很重要的一個點 那我想 最近在地方 像在彰化開的說明會 其實縣政府跳出來 將來就地輔導 它也都是跨局處 絕對是在一個 經濟建設局處 主管機關以上 這樣一個跨單位協調 那中央 當然院長 面對這樣的問題 當然自己的一個 政策方向 或是涉及到都是國家級的 不管是國土也好 農地也好 或是 將來相關的環保消防等等 甚至以經濟部為主的 我們怎麼輔導的方向 問題會蠻多蠻雜 因為過去的經驗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覺得 真的有必要 讓一個統整性的 以院長為號召的 這樣的一個方向 那我想 中央跟地方一樣 而且是一致 在執行面 步調一致 那不管是政策或是執行 讓我們這些業者 也都可以有 相同的一致性的標準 我來遵守這樣子 以上 好 那個林委員發言之前 柯委員當過副縣長 你剛才有提到 彰化縣各局處都觸動 是王縣長主持嗎 也不是啦 也是由下面的來負責統合 王縣長哪有時間來管到這麼細 所以縣長也是很忙 也不可能來主持這個會 還是主管機關來統合啦 好這個 這個我們在縣裡都很清楚啦 來林委 主席喔 這個部分應該說 就看我們法隊怎麼定嘛 我覺得因為 這是一個真的是跨部會 而且牽涉面很廣 又是一個長久沒辦法解決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就是說 如果真的要希望積極的 來做到真正的輔導 以及還有其他部會剛剛談到 不管是國土相關農地農用 很多污染等等相關的問題 因為它跨部會非常非常多 所以今天我們都知道法怎麼定 就會牽涉到在行政上怎麼運作 如果按照民進黨提出的版本 是說包括各部會 我要跟大家報告 如果是按照這樣的 這樣的定法 可能搞不好就是一個科長當主席而已啦 不過還不會是 不一定是部長或是次長喔 因為它只有說各部會嘛 包括各部會 我們對層級沒有任何的要求啊 而如果對層級沒有要求 就剛剛提到 市勤院各部會 行政院院長都很多沒錯 可是當我們這樣定的時候 它的運作上面 因為一定之後 我覺得它會變成一個 非常低階的一個會議 而且所謂必要時 那什麼叫必要時 說真的以經濟部 如果是主管機彎 他怎麼可能承認自己協調不利 然後呢報到院裡去 行政院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 不可能在行政體系上 如果我們實際落實上 執行面上 我覺得不可能會做到 所以我還是覺得應該 提升層級代表 對這事情的重視 那起碼院長 他如果說真的沒空 他起碼還是副院長啦 還有再來 因為院長副院長出面了 各部會跟各縣市政府 不可能派科長來啦 大家都知道不可能啦 一定也是副局長以上 或者說甚至是副市長來參加 主密來參加 這我們從行政上都知道 院長組織會 你地方政府怎麼可能派科長來 不可能 所以我這個完全牽涉到 我們到底重不重視這件事 所以我還是覺得 國民黨的版本 是比較符合 我們真的想解決問題 把層級提高 他不一定要每個月開嘛 剛剛一年我們可以每季開一次 或是半年開一次 我覺得都很好 可是真正是要落實到 管控他的狀況 解決應該要解決問題 追蹤 要不然這個法 我覺得定下去 變又是形式上 而不是真正我們要誠實的去面對 我們長久無法解決的問題 我們長久無法解決的問題 好來 陳委員 我首先感謝管委員說 每年舉辦由院長來主持一次的話很西法 那我主張改為半年一次 表示對這件事情的重視 現在大家都講到院長很忙啊 縣長很忙啊 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院長出面 那我舉一個例子給大家 像我們施貞昌院長 他很關心15 他就半天的時間 跑到苗栗縣去了15 那我看一看 好像只有環保團體講的話才是話 當地的我一直反應沒有出來 那天我很不客氣的 所有環保團體在 我就直接的講 你有種 你去花15保育區 公有的土地 所有的土地 百姓還有生存權 那我為什麼舉這個例子 像這樣工廠管理輔導那麼重要 半年你抽個半天 難道沒有空 真的忙到這個樣子嗎 重大的政策 一定要靠協調 那十年來 幾千家只有七家通過 那到底原因在哪裡 啊你說經濟部級輔導 我們怎麼講的機會 大家都不要執政鬼 每一個部門都很本位的主義 只如果沒有行政院長去指導說 大家協調職業走哪一個方向 很多問題會繼續存在 不要再做假的事情 這個問題還是要改革的問題 也不能再拖了 我們希望真的是面對問題去解決 沒有啦 不要拖來拖去 記得院長半年 讓你指示一遍 那麼淡苦 感情是還沒時間 我也不相信 下鄉的機會 拜廟什麼地方都可以去了 留個時間來做這個 真正有解決問題的事情 感情是沒辦法 沒辦法按下去 我仍然不相信 你民進黨 沒有人說一定來做 做這沒什麼 因為誰做的話 誰要面對這個問題 去解決 我覺得這個地方沒有必要去堅持 說一定只有經濟部做 院長沒有時間去做 我知道 是不用擴充了 你怎麼賺到 你怎麼賺到 你怎麼賺到